龙年春节去哪儿 来南京 你可以在大街小巷的龙灯里 找到极致的过年氛围 最近啊 白鹿之公园 在情怀灯会的加持下 成为了南京的顶流景区 你看 入口处这条飞龙 这个线条 这个神态 太俊美了 晶圆之后呢 里面还有好多造型各异的龙 龙藤四海 敖山国泰 敖鱼镇海 夫子庙景区的双龙细珠 也一定不能做过哦 在长达百米的照壁上 火珠居中 两条金色长龙 对称盘踞在左右 老门东城墙下的这条巨龙花灯 今年也是圈粉无数 多巴胺配色真好看 小巷的上空 还盘踞着一条神龙 从龙头到龙尾 拐了二十四岛弯 共有八十多米长 是不是也象征着福寿绵延呢 相信你也和我一样 期待龙灯点亮的样子 一起去看一看吧 除了景区啊 南京还有很多地方能看到龙灯 年初 德基这条粉色大龙 多次刷爆了我的朋友圈 广场外 中山路上也有一排粉色龙灯 好爱这样的国潮 在万象天地 可以看到融合了云景纹里的巨龙风筝 这是先锋艺术与传统飞仪巧妙碰撞 更可以在江陵景峰1912和精英 一口气打卡三条龙 看了龙灯 咱们还可以打卡六朝博物馆的龙窗花 去艺术商店收获超级nice的龙文创 南京还有更多龙等待你的发心哦 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喜乐的龙年